记者吴星田台北报道 保护农地拆除农地上新增违规工厂行动方案的执行进度平台 今天正式上线 去年520后第一波要拆除的17家农地违规工厂 包括县市别、乡镇市区、地段的号以及执行进度等资料 统统一目了然 目前17家进度都在勒令停工和发缓 第一波的是7家农地违规工厂包括彰化县8家 高雄市5家、台南市2家、嘉义县1家、云林县1家 农委会企划处处长蔡生福表示 昨天中央跨部会专案小组邀及各地方县市政府开会 针对新建中的工厂都已勒令停工 已完工的工厂也都已完成开发 半数以上的案例开发最低的6万元 但也有开发7万元、10万元不等 高雄市更出现开发至最高30万元的案例 蔡生福指出根据京行政院合并的保护农地 拆除农地上新增违规工厂行动方案内容 本周末以前就因完成了令停工或开发 以此推算最慢12月10日 17家都将会进入下一阶段的笨水断电 如果17家工厂未自行拆除 新建中的最慢将于明年1月初 已完工的于明年3月中 都应由地方县市政府强制拆除完成 如地方政府未完成 公共建设和行政管理相关地方补助款 也将延后至完成拆除再新发放 如至明年8月底都未拆除 相关补助款则减半发放 并由中央代位执行拆除 蔡生福表示 昨天会议中特别询问各地方县市政府的执行状况 是否需要专案小组协助 各地方县市政府都表示能认同共同保护农地的目标 也会按照行动方案来执行 而第二波的农地违规工厂 则将待第一波17家的相关准备工作完成后 再行确认和公布 另外对于后续新增的部分 蔡生福说 现在本来就有监局奖励办法 就是要看地方县市政府在处理的过程 中央部会可如何协助 未来会进一步讨论 如何建立机关间的联系沟通方式 在既有法规下如何协助地方政府做好 也强调一定会尊重地方政府 但实务上还是会建议 眼前第一波的17家的处理位优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